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我是早咖啡的后妻Jack 趁着孟姨没来和大家说一句 我们正在招十一声 如果你对播客感兴趣 同时想要尝试如何把声音和商业科技的内容结合起来 欢迎查看我们的show notes 好 话不多说 交给孟姨了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6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姨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毒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喝水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最关注健康的方式之一了 现在市面上各种品牌各种概念的瓶装水也是越来越多 有来自高山湖泊的 也有地下深泉的 有天然气泡的 也有烧开了再装瓶的 甚至还有泡了一整根人参的 这个市场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 瓶装水也曾经成就了娃哈哈的宗庆后 和农夫山泉的钟闪闪这两位中国首富 最近可口可乐旗下的smart water 聪明水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这些瓶装水的厂商为了销售产品 到底讲了些什么样的故事 为自己的水增加了怎样的价值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毒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逆势降价的特斯拉 10月24号 特斯拉官方微博公布了 中国大陆地区在售的 Model 3和Model Y的降价消息 最高的降幅达到3.7万 具体来看调整之后的Model 3后驱版本 由原来的27.99万元降到了现在的26.59万元 Model Y后驱版本由原先的31.69万元 降到了28.89万元 虽然这不是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第一次降价 但是这一次降价的幅度也被市场解读为 特斯拉针对中国其他新能源车企 尤其是针对比亚迪的反击 与此同时 特斯拉刚刚公布的三季度财报 也反映出他们需要通过降价这一季猛药 在中国市场获得更高的销量 2022年三季度 特斯拉总营收超过了200亿美元 其中中国市场营收超过了50亿美元 占公司总营收比例的23.9% 仍然是特斯拉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 尽管特斯拉今年三季度营收同比增幅高达56% 但是和他们以往的增幅相比 特斯拉今年的增长有所放缓 不单反映在三季度营收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也反映在汽车的交付量方面 特斯拉在财报当中表示 公司降低成本的努力和额外的本地化采购和制造 是汽车可负担性的关键 使其在中国的车辆价格具有竞争力 接下来看看苹果订阅服务涨价的消息 根据华尔街日报10月25号的报道 苹果提高了流媒体服务 Apple TV Plus和Apple Music 在美国地区的订阅费用 这也是苹果首次上调流媒体服务的价格 Apple Music阅读费用将上涨1美元到10.99美元 Apple TV Plus的阅读费用将上涨2美元到6.99美元 虽然Apple Music上调后的价格 超过了Spotify和亚马逊等同类竞品 Apple TV Plus的价格仍然低于其他流媒体服务 苹果公司的解释是 音乐授权成本的上升 推高了Apple Music的价格 而Apple TV Plus初期的收费很低 但是用户现在能够看到数量更多 质量更好的节目和电影 最后来关注一下快时商品牌ZARA的新动作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H&M和Shein等等快时商品牌 推出自己的商品转售服务 也就是二手业务之后 ZARA也终于在上周五的时候宣布 将会在11月3号率先在英国上线自己的二手交易平台 顾客可以在平台上获得修理 出售 或者是捐赠二手商品的服务 这也标志着ZARA正式进驻 二手服装销售这一市场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Future Market Insights的预测 2022年全球二手服装市场规模 预计将会达到712亿美元 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 这个市场还将会以每年14.8%的速度增长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看看 为了卖一瓶水 品牌们都讲了怎样的故事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最近可口可乐旗下有一款新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 不过这个产品并不是什么果汁或者是汽水 而是瓶装水Smart Water 这款瓶装水的规格是600毫升 在上海等等城市的山姆会员店率先发售 价格大约是每瓶3块3 在2007年 可口可乐以41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Smart Water的生产公司Energy Brands 10年之后 Smart Water已经成为了美国销量前五的瓶装水品牌之一 每年可以为可口可乐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Smart Water聪明水 可口可乐在中国还有冰露和纯粤这两个产品线 瓶装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巨头厮杀的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地壮大 中研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国内的瓶装水市场规模在去年就已经突破了2000亿人民币 而且有希望在2025年突破3000亿元的大关 根据彭博的报道 美国的瓶装水在五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果汁汽水等等软饮的销量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 瓶装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饮料市场 为了卖出更多的水 Smart Water的官方网站宣布 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通过蒸馏过程去除了大多数无机杂质之后 还添加了煤、钾、新钙等等成分 更加适合运动补水的场景 和并不新鲜的生产过程相比 Smart Water在营销方面可以说是很有特点了 根据科技媒体iFAR的报道 Smart Water被称为时尚和科技人士爱喝的水 尽管不知道喝了会不会让人更加的聪明 不过他最知名的用户乔布斯 曾经是带着他出席过产品发布会 苹果总部的自助餐厅里也供应着大量的Smart Water 笔直的瓶身加上现代的字体 帮助Smart Water频频出现在和时尚相关的场合 饰演老友记的Jennifer Aniston 还有扮演神奇女侠的盖尔加多 也曾经先后担任这个品牌的代言人 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水 在江河湖海中不断流动的水 现在成为了品牌们的现金奶牛 我们以号称有点甜的农夫山泉为例 根据网易对他们的财报分析 一瓶550毫升售价两块钱的水 生产成本大约是两毛四分钱 其中一毛五分钱是塑料瓶的成本 剩下不到四成的成本 分别是瓶子里的水 还有仓储物流运输等等 而农夫山泉作为生产商 可以有60%的毛利 无论是给人以科技和时尚印象的Smart Water 还是大自然搬运工的农夫山泉 销售瓶装水的品牌们 总是想要给消费者们讲讲水的故事 尽管这一整个商品里 水本身可能还没有包装瓶值钱 那么品牌们 为了让你买下一瓶比自来水 要贵上两三千倍的瓶装水 他们都讲出了什么样类型的故事呢 类型之一 水的产地 水从化学成分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对于不同品牌的水来说 宣传自己的水来自于哪里 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卖点 美国有一位专门测评水的口感的网红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 天然水的味道就像是葡萄酒一样 受到地理因素 气候环境和水经过的岩石的影响 会产生不同的风味 追求水源地的品牌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巴黎水 在当年的电视广告里 巴黎水宣称自己是来自于法国南部 经过大自然数百万年神秘过程而产生的天然水 在广告发布之后 巴黎水在美国的销量 从250万瓶增加到了超过7500万瓶 追求水源地最夸张的 可能是英国贝尔法斯特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Merchant Hotel 他们在酒店的菜单当中 售卖一瓶价值26英镑的水 据说这种水来自一万年前结冰的 加拿大纽芬兰北极冰架 会有专门的船用网来捕捉冰川上掉落的冰块 然后拿到船上进行融化 当然国内的瓶装水厂商 农夫山泉他们主打的也是天然水的概念 农夫山泉也声称 不同水源地的水会有不同的口感 不过根据浙商证券的研报 饮用水行业存在500公里半径的说法 就是瓶装水从产地到消费者 运输半径超过500公里的话 增加运输的成本就会影响利润 而农夫山泉十大水源地 恰好分布在全国的不同地区 可以覆盖不同的省份 一瓶水里面最多的成分当然就是水了 尽管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句废话 不过不同的厂商会宣传水中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品牌的一个卖点 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质准则当中提到 饮用水中的钙铭的典型摄入量 大约为成人总摄入量的5%到20% 而水中的矿物元素可以部分补充日常膳食的摄入 尤其是钙和铭 可能在心血管疾病方面对人体健康存在一定的保护作用 在国内的瓶装水市场上含有各种矿物质的矿泉水 也正是凭借着健康的标签 在一众纯净水品牌当中打开市场 以Smart Water为例 尽管这款产品是蒸馏水 但是经过蒸馏之后 可口可乐公司会往水里添加 煤、假、新钙等等元素 成分和Smart Water类似的 还有斐济 这个直接以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命名的水品牌 除了给人以原生态的感觉 这个品牌号称 它们的天然水每一生中包含18毫克的钙 18毫克的钠 13毫克的鎂 还有更多的电解质 可以用来替代加德勒之类的运动饮料 类型之三 更加细分的消费人群 除了水源地和成分的故事 瓶装水的厂商还在不断给自己的产品 寻找更加垂直更加细分的消费人群 农夫山泉 它们位于大兴安岭的水源地 富含锂元素 有研究显示鲤元素的摄入量和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 存在着一定的互相关性 于是农夫山泉就开发了主打中老年群体的鲤水 需要更加关注健康的不仅仅是老人 还有婴儿 国内许多的品牌都推出了适合婴儿饮用的瓶装水 价格也是普通瓶装水的三到四倍 不过根据36克的报道 上海市肖宝伟测评过三款婴儿水的产品 其中微量元素和常规产品之间的差异 微乎其微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比婴儿更大一点的小孩 往往是不爱喝水 更爱喝各种含糖饮料的人群 所以有的品牌呢 就把水的瓶身设计成为小孩喜欢的卡通形象 还有创业公司专门推出儿童气泡水 把水装在透明的衣拉罐里 整体包装的风格和罐装饮料十分相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估值7亿美元的瓶装水品牌Liquidaff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是一个朋克摇滚歌手 在他们的品牌广告里提到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水被刻画成了瑜伽爱好者和女生的专属 而Liquidaff一系列具有反叛精神的营销活动 和酷似啤酒的铝罐包装 也吸引了环保主义者 以及喜欢他们不招调风格的网友 Liquidaff一系列的瓶水 所以聊到这儿了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在选购瓶装水的时候 会考虑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呢 关于水或者是饮料 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广告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这周五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赞 订阅 订阅塞 订阅 点赞 acerca 中文字幕——YK